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雜座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但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的按鈕,再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影片途中有廣告,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完它,多謝大家 今天就是5月29日早上的馬圈短打時間 有幾宗消息都可以在這個時間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這幾宗消息的一些意見和看法 首先有關於希斯,我們的標題是說希斯的祖軍大致完成 雖然希斯現在沒有在香港,還未歸隊回香港 但不論在祖軍,在馬方面也收了很多馬 以及人方面也收了很多 最近聽回來知道,其中有一位騎馬人是加盟了希斯 就是蘇迪雄 現在大家看到,蘇迪雄會加盟希斯 最初蘇迪雄掛鄉會轉居幕後的時候做騎馬人 大家都可能會猜,他可能會加盟一些華籍的倉口 譬如說他以前在建習生時期跟何良 或者近來他跑是葉楚行的馬比較多 那會不會說做騎馬人也是回到這些華籍的倉口 但結果就是出乎大家的預期 是加盟希斯的,有可能 以我所知 那本來就是說,為什麼不加盟華籍的倉口 那可能呢,第一就是那些華籍的倉口 本身都滿了人的 即是他們已經埋了班 有了固定的班底 那本來是效力開騎馬人 各方面都是沒有問題 沒有人走,於是就可能沒有位置給他 第二就是說,希斯現在當然是很需要人 而蘇迪虹是一位有經驗的騎師 那轉職騎馬人是應該幫到希斯 那我想呢,就是一手就拿著希斯 即是立刻拿著蘇迪虹,可以幫他手 那事實上呢,以我的理解 以我所知,過往呢 其實希斯是屬於一個很孔先生的老闆來的 就是,怎麼說呢 香港有二十幾個馬房 但是並非每個老闆都這麼好相遇 這麼容易應付 而希斯呢,就是比較開放一些,開放一些 而且對員工就沒有這麼厚的 就是沒有這麼苛刻 那所以呢,其實蘇迪虹呢 如果是轉去希斯做騎馬人 對他的幕後發展的生涯 應該是正面的影響的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希斯的獎金應該高的 就是,除非希斯是 就是今次回歸香港是大幅脫下 就是成績很頑皮,大力撤 這樣才有可能收入少 否則正常來說,蘇迪虹在希斯做騎馬人 那個收入,獎金都會相對高一些 所以蘇迪虹加盟希斯 都應該會是一個好的消息 當然啦,也要再一次祝福蘇迪虹 轉去幕後會有更加的發展 試圖發展順利祝福他 第二單消息,就是有關於馬會 馬會在下季會重開一個新彩詞 其實為什麼叫重開呢? 原來不是新彩詞 相信大家可能在報紙都見過了 就說重開這個Fourcast 現在馬會就說 叫這個彩詞的名字 有可能是指定連贏的 有些報紙就說Fourcast 我現在發展過 就是一些網上的賽馬討論區 展報下來的報導 這個報導可能都比較接近現實多些 所以我就叫這個 有些年輕一點的馬迷 就未必知道Fourcast是什麼 所謂Fourcast指定連贏 就是你要順序 猜中頭兩名的連贏位 現在我們的連贏位 MyQ就無需指定第一、第二名 只要兩隻跑頭兩名 無所謂哪隻跑第一都可以 指定就是要加上哪隻跑第一 哪隻跑第二 有個膽就要指定跑第一、第二 然後拖幾隻 都是第一、第二 這個玩法其實並非新玩法 原來在香港賽馬職業化之前 應該是說沙田馬場之前是有的 那時候就是說 Fourcast並非長長開的 只不過是 只是給一些馬小的場合 希望這個派彩不要太乏味 提高派彩 而在跑三隻、五、六隻的場合 就會開Fourcast 譬如說跑七隻、八隻或者更多的場合 就會開連贏位 相信要很上一輩 資深一點的馬迷才記得 應該是所有五十歲以下的馬迷都沒有玩過香港的Fourcast 那為什麼會重開這個Fourcast 原來是因為現在馬會是有匯合彩池的影響 匯合彩池的意思就是 是說會來自世界各地 英、美、澳、加 全部的馬迷都會賭香港馬 但是剛才我數的地方 英、美、澳、加 全世界都會有Fourcast 他們本身的賽馬 但是他們一下來賭香港馬 就沒有Fourcast 只有Win、Q、三重彩等 所以就為了和國際接軌 或者serve一些其他外地的馬迷 他們賭香港馬 不能賭Fourcast 實在是不太自然 所以馬會就重開Fourcast 這是下季的事 不過有一件事是未確定的 這個Fourcast 估計是會成為一個合併的彩池 合併彩池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現在的四重彩和四連環一樣 其實就是把兩個坡混合在一起 和倒在一起 希望讓派彩比較平均一些 不要出現一些大幅升水、跌水的情況 讓派彩穩定一些 大家就比較容易估那個派彩 而Fourcast 會合併哪一個彩池 有可能是混合連贏位 合併連贏位 也有可能是合併三重彩 這個就會是關鍵 這個關鍵是在於什麼呢? 大家知道連贏位其實是一個普通彩池 普通彩池的意思就是 把揮抽水是17.5%的 17.5%的 而這個三重彩 就當作是一個特別彩池 特別彩池就是好像 那些Malty3T、六環彩的那些 是抽25%的 抽25%的 如果Fourcast 就是說它混合合併連贏位 抽水就會比較少 就是說如果它是合併三重彩 它的抽水自然會比較多 我們都要留意 如果就是說 它能夠合併連贏位的彩池 Fourcast是值得玩的 如果它合併三重彩 老老實實並不太值 因為它選兩隻馬 其實派彩又不會很高 但是你又要合併三重彩 抽水就大 那若然是這樣 你如果合併三重彩 我就不如真的買三重彩好過 派彩會比較高 還有你都選得順序頭兩名 不相差再考慮 再考慮第三名 所以這個就要等萬迷留意 但是現在還未確定的 一切都要等馬會交建議給政府 政府押了頭才會過 我們要留意 而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Fourcast合併是合併Q 合併連贏位 就值得玩的 如果合併三重彩 那就真的要先想過 第三個資料就是 有關馬迷門都是比較關注的兩件事 就是馬場幾時重開 以及頭駐站幾時重開 現在我就有一些資訊 可以先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 可能大家會失望一點 就是馬場來講 在今過馬季 今過馬季都估計是不會開放的 就算那個開放 都可能只是好像現在 因為性質而已 就只是開放給馬主 或者馬主有關的人士 而馬場裡面的餐廳 都可能只會局部開放 但是就不會開給公眾的了 就是那些餐廳 那些餐廳就是會員的那些餐廳 如果你公眾的那些百姓廳 那些都不用指望了 我想那些同德那些 暫時來說不用指望了 馬會在這個階段 依然是絕對是play safe的 第一,政府有限聚令 那他要跟政府看政府 第二就是馬會要絕對安全 確保沒有人在馬場裡面感染病毒 是不是? 因為若然只要有一件案件 在馬場裡面感染病毒 都隨時會令到全香港的賽馬停擺 所以馬會在這一刻都依然是安全第一 總之有得跑馬就可以了 反而馬為入場那個 就沒有最大的 concern 最重要是有馬跑先 所以索性到了這個季尾 都不會全面開放馬場的 以我知道現時馬會的方案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什麼季章 馬牌那些 就不好意思了 可能要等到下季了 那我相信馬會可能 就是對於 比如說買了季章 買了一些馬飛的朋友 就是下季應該有些 incentive 就是有些補貼給他們 比如說可能免幾個月 那我不知道 但是應該我估計馬會會有吧 就是賠回一些損失 給一些支持入馬場 給了錢的馬迷這樣 這個要再看 至於有關這個投注站方面 大致的政策都跟馬場是相近的 就算是開放 第一,局部開放 好似那時候3月、2月都是局部開放 部分的投注站 以及不會在賽馬日開的 這個也是馬季之內 估計馬會極有可能採用的方案 就是不急於一時 因為反正現在都5月、6月了 就算全面重開都是一陣子 過多月 那不如索性 去到今個季尾都不會重開 而馬會心目中 他重開的條件是什麼呢 企利主要的 concern 並非賽馬或者足球 是六合彩的 因為賽馬和足球的投注 即是波迷和馬迷 都很多時候可以在網上投注的 這個對他們的影響 投注站不開的影響並不太大 這個馬會的估計 但是如果六合彩的話 如果馬會重開六合彩的話 投注站就很關鍵了 因為很多人沒有投注戶口 而會買六合彩的 即是很多普通的市民 他們不賭 但是會買六合彩去買夢想的 他們沒有投注戶口 要去哪裡買呢 就要去投注站 但是如果投注站不開 那就是說六合彩是沒得開的 所以其實馬會最大的關注 就是主要配合六合彩 如果六合彩正常 那麼投注站也會恢復正常 但是在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刻 投注站最多到六月中 六月尾都是只會很局部 而且不會全面開放的 開放也不會是全部投注站 就是小草 而且不會天天開的 那麼直到去季尾 馬會完結之後才再算 這個就是馬會暫時 就是多數會採納採用的方案 所以呢 如果大家在網上看到 吹風說過兩天會開投注站 馬場幾時會開 那些應該多數都是流料 多數都是流料 以我所知 馬會是安全第一 總之確保所有疫情完結 才會考慮逐步慢慢開放所有投注和馬場的設施 這個就是我所知道的資訊 那麼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以上的幾單 都請不要倫飾在我影片下面給他手指公 以示鼓勵我 以及將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大家對於以上的消息有任何看法 或者意見問題 都歡迎大家在我影片下面留言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 今期的閃馬田創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